来介绍一下我们很特别的一个谈访委员 大家看到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 我们今天全程呢很特别的演讲方式 就是由大家直接Q&A直接问问题 然后他直接回答 所以呢而且这一个我们今天是全程露营 所以事后呢大家可能可以在他的网站上 看到我们全程的一个演讲跟Q&A的一个回答内容 那当然啦如果说你觉得你在发问或是互动过程 你很想把那一段拿掉 不想要成为国际之谜的人士 你可以跟我们私底下跟魏武讲一下 那我们会把影片再做一些处理 所以不用担心 那首先呢我们当然知道 台湾委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风格 我也在他好几次的访问里面有提到 他说他最讲究透明 transparent right 台湾的透明呢而且从政在政府的施政里面 他说他希望所有的施政要公开透明 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们现在文明政府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连换 那同时呢他也非常多度代表台湾 在我们国际为台湾发声 然后非常受到国际的注目 尤其在这几年COVID-19的疫情的期间 我们大家看到台湾委员呢 他用他非常领先科技的一个AI的方式 带领我们台湾来防疫 运用AI运用科技的防疫方式 让台湾的防疫做得非常的成功 让国际受到非常的推崇 尤其是很难得的受到日本很大的推崇 大家知道要让日本推崇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有台湾有三个对象是日本很风靡的 大家知道李登辉 大家很推崇他 还有呢台湾的珍珠奶茶 大家很日本人很疯狂 那对于唐凤呢 日本人是结合的推崇跟疯狂 掌声一下 所以他真的是我们台湾新一代的一个代表 好那么今天呢 很难得我也不多说 我们是不是再度的欢迎我们唐凤委员 那当然您先跟大家问号一下 是大家好 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有大概50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互动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我很喜欢QR Code嘛 我近来有扫监讯实验制 那所以大家如果看到QR Code也能够扫的话 尽量就是多按赞 因为这样我才比较知道说 这十几个问题里面哪些比较多人想听 我就会从那些先回答 那当然若您滑一滑发现 你想要问的不在上面 也欢迎就是把它写下来 不过刚才主持人有说 就好像我们扫QR Code实验制 也可以用纸本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比较习惯举手发问的话 待会会穿插进行这样 那待会就很期待待会的交流 好谢谢 那么已经有一些会员代表 已经在上面有先写一些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首先是把现场开放 一个问题给大家 有没有要举手的 如果没有我们就先照 这个写个问题的顺序好不好 在电脑上的顺序 给大家一秒钟 有没有要举手的 那我们请政务委员来帮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可以据名或者匿名提问 那第一个是据名 这个吴季刚老师的提问 说考量到台湾的产业特性 那我们未来在所谓Metaverse 这个生态系里面 最适合扮演怎么样子的角色 那我们社会创新就是 众人知识众人主旨 关于大家公益的事情 大家想新的方法来解决 怎么样子推动台湾 往这样子的角色来前进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Metaverse 这个字是不是觉得很很新奇 那但是我自己是1992、1993年 接触到这个字 是从Snow Crash 就是一本科幻小说 那本科幻小说的剧情 大概就是说 现实世界已经非常的困难 那几乎哪里都去不了 然后就是让人就是心情很不好 那所以大家都集体逃到 那个VR的一个新的世界里面 当然那边有那边的问题 那总比这个就是实体世界要来得好 那我想当时这个字 Metaverse并没有变得很多人使用 大家主要用的是Cyberspace 就是所谓异度空间或虚拟空间的这个字 虽然这两个字差不多是同时 那为什么在最近一两年 当然除了我们知道Meta 脸书 可以过柱然之下 Metaverse这个字开始在国外 变得比较新奇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在过去两年 在国外绝大部分的地方 他们的日子在现实世界过得并不好 那所以不管是lockdown 所谓封城 或者是假讯息的流窜 这个过度的意见的计划等等 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不像以前那样子这个紧密 而是越来越疏远 或者越来越危险了 那所以最好我们台湾说 这个地球很危险 这个去火星吧 所以有这样一句俗语 那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 好比像说像这个Superball 这个Meta才拍了一支短片 来讲元宇宙这件事情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 他在传递的这个讯息 就是说虽然现实 那么让人不舒服 但是我们至少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讨进去 这样子 那这个讯息 跟我们台湾最近两年状况 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最近两年 不管是防疫也好 或者是我们线上讨论的 就是比起 就是2017 18年的计划 其实我们这两年好像好很多 而且事实上是有种 守望相助的感觉 是大家一起来防疫的这种感觉 而且在里面 最重要的是 我们并没有逃到哪里去 我们主要的都是 要把我们在这边 想到的一些 比较好的做法 比较好的方法 在过去两年 用所谓台湾Can't Help的这个概念 去跟全世界分享 所以我现在就是 应该很快在风传媒会 因为我有一个专栏 会有一篇讲的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那种 很单调的那种一人宇宙 那我们在想的比较是 比较多元的 就是Plurality的这个多元宇宙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 好不像今天这样子的互动 有像Slido这样子的技术 让大家知道说 至少有四个人 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但它并不是取代 我们面对面的接触 我们眼神的接触等等 反而它可能是透过 线上的AR技术 或者是即时直播技术等等 让好多个在不同的地方的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时区的朋友 甚至语言不一样的朋友 也可以参加到我们这样面对面的讨论里面来 但是它并不是取代掉我们任何面对面的讨论 就好像我们纪念推那个生生用平板 也不是说让那个平板去强调 小孩本来会放在彼此身上 或者老师身上 或者是家长身上的那个注意力 而是想办法变成是说 它是大家可以围着它一起讨论等等的 这样子一种辅助的这样子一种用法 所以辅助人际的接触 而不是取代人际的接触 我觉得是我们在最近两年 可能跟世界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的 这样子一种生活经验 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出去的 那里面最核心的当然就是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安排 各种各样的地方可以去 那我在2016年 就是刚接任政务委员的时候 当时也跟很多的社会创新家 去试了很多VR的 我刚刚讲的这种促进人跟人沟通的安排 据一来说 像我之前在巴黎的时候 2016年 我就跟台湾这边的很多中学生 甚至还有小学生 在公式的协助之下 我们把自己建模 然后自己安排了一个完全自由软体 叫High Fidelity的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我在里面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的身高 缩小到他们的那个高度 所以他就不用这个抬头仰望我 他可以用他的高度 好像我是他们的玩伴的那个高度一样 一起去看他们所生活的空间等等 那同样的技术之后呢 也有用在好像高雄吧 他们美术学院有策划一个就是 就是长者他把它建模之后 然后变成就是比较年轻版本的他们自己 然后是走在那行记忆回廊当中 我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记得的那个街道里面 但是不是只是为他们自己的体验 不是关起来体验 而是所谓开门造句 就是让当代的年轻人走进他们的年轻的时候 也两边都是年轻人 然后这个时候就好像到一个历史的回廊里面观光 这样子然后去进行共创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在台湾的社会创新界都有很多应用 但是就像刚刚讲这个多元宇宙是以那一个参加的人的逻辑为主 而不是以联署公司像麦广高的或等等的这些为主 那我觉得这个是更多元的可以去刺激各式各样的应用出现 我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发问的是吴继刚先生 是不是特别要再掌声鼓励 掌声谢谢 谢谢 谢谢 在哪里 谢谢 好 那接下来还是继续进行问题 好 OK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 法规如果跟不上社会创新的速度的时候 常常会使得新创公司必须设立离境公司 以降低风险 那像台湾之前也常常有在开曼群岛或者哪里 或者现在当然直接设在以太方上的也有很多了 那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说 比方说这个中国赶走彼岸 那彼岸创始人现在反而变成华人的首富 所以如何用政委的角度来推动法规 适应这个社会创新的方向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具体的特别是这边提到的是金融创新 所以金融创新大家都知道说有个金融创新实验 一个名字很长的一个条例 俗称沙盒 那沙盒的这个概念当然是在今晚会率先推动 但是这个概念后来就横向传递 好比像说无人载具也有一个自己的沙盒 好比像说我们在最近两年大家比较常用的 远距心理资商远距医疗 现在这个远距健保卡刷 QR Code也有给付了等等 那这些都是之前比较在一个小的规模 在一个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开门造局 那个创新者愿意把它做得可以的部分 以及社会其实不能接受的部分都公开出来 所以不管是半年或者一年的这样的事办计划之后 他是拿这个social validation 就是他旁边的社会知道说 这个可以跟现有的社会规范共存 而且他是无害的 所以不是所谓的破坏式创新 他真的是社会创新的这个证据 来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行政部门就必须要去做出解释 那立法部门就必须要去进行法规的调试 直到说这个由社会所证程说 他是对社会好的这样子一个创新 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存在 所以我常常比喻就是有点像在高速公路跟个车子 就是你既不能超前那个创新者 但你也不能落后太多 你就是大概刚好三个车身 四个车身的这个距离 那他如果真的自己开出一条路 赶快画个什么标志标线 但是如果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那就我们感谢投资人方社会付了学费 然后就在那边画一条线说 那之后是不是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件事情 但在这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那个可以预期的反应的速度 那不同的沙盒的设计不一样嘛 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等等 但是对于创新者来讲 至少他就知道说六月后活一年之后 那如果有social validation 那他有一个可预期的成果 如果没有social validation 那我们就感谢他帮整个社会付了学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追问 来麦克风 应该是说就是沙盒我们知道是针对就是金融来做的一个就是创新的条例 所以他有一个时间的范围限制 那其实我知道像比方我们朋友是在说 就时间比方说他定出来的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很有道理 那有些服务也许就是要推动超过一段的时间 那才会有他应该有的效益产生 那就在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在这里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些障碍在这个部分 那另外其实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更根本的问题是像是 为什么大家喜欢设凯曼 就是还有法系的问题 因为凯曼是普通法系 那大家当然就是在 如果我们听惯欧美的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在台湾转成 就是用台湾的各种法规的时候都在哪里怪怪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就是可能也不是就是沙河条例就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 是后面这个我想 确实就是因为我自己2015年就是跟着蔡玉玲政委去做B所行公司的法规挑事 那当时就是 其实B所行公司就有点像沙河 就是股东自行约定章程嘛 那如果要做特别股啊 黄金股啊 这个佛决权啊 用一股一票去模拟一人一票 反正就是股东约定就好 那政府不特别管这件事情 但当时为了要风险可控 所以不是所有非公发公司都可以这样子弄 而是只有就是符合某些条件的公司 那但是后来那一个沙河实验就是广义的沙河 我觉得算是成功的 因为在新的公司法修法里面 就延伸到基本上只要不是公发公司 就可以把我们本来设计在B所行公司里面那些东西 绝大部分应该九成以上啊 都可以适用到非公发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章程又公开出来 就是在商业司的那个平台上面公开出来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社会创新的公司形态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像使命锁定啊等等 就是跟就是影响力投资人沟通的这些工作 那像我知道CERT就是那个循环基金 他们就自己设计的 您刚刚说以前都是 英美法系才会用的这样子一种 好像影响力使命锁定特别部等等的 这样一个方式去确保说 他如果投资然后使命飘移掉了 那他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了 比较高的利息的借钱之类的 那但是如果他使命没有飘移 他继续创造社会影响力的话 那他就算在ecosystem的部分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有点社会常规 就是说就是会计师们 以及所有这个相关的承办人们 习不习惯这样子一套 而比较不是说好像那个法里面 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但我是蛮同意说 需要多一些case来做这样子的磨合 这个我非常同意 好谢谢 那我们吴季刚先生要不要简短介绍一下自己的职称 也是对我们演讲人 他可能都不是很认识我们 副手科技 郑伟你好 我是副手科技的吴季刚 那我们公司做的是 就是元宇宙的人气互通界面 那等一下非常 我知道是蔡伟也很推动的 但是就是我们公司当时登记成毕所行 没错感谢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先 现场有没有要发问的 好那没有我们就继续 你好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哪些技术在社会创新的topic里面 是迫切应该由国家推动来扶植的 那当然我们有一个行动方案 那在里面有写了非常非常多东西 你看我在这边不会特别来念 但是我想这里面它传达一个精神 就是说我们以前想到科技 科学跟技术的时候 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自然科学 那然后以及产业应用的技术 这个是当然的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子学的 但是其实在这里面的很多做法 就是在说其实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那大家彼此互动的这种组织技术 或者是一些创新的人跟人之间 彼此互信更加强的方法 这些也是技术 但是叫做social technology 就是社会技术 我举例 话比上说像简讯实验词 其实严格来讲 它并没有任何产创的成分 QR Code已经发明多久了 简讯发明多久了 那五大电信商也没有因此 就推出什么新的APP 或者新的产品 但是我们的创新之处是在于说 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做 就是联邦式的储存的 Federated Computing 就是说你扫QR Code 向我进入这个饭店的时候 它完全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但是我的电信公司呢 我传的这个简讯 因为那15码是乱书 他也不知道这15码 其实是这家饭店 所以在双方各自只知道一小块拼图 而只有医疗人员可以拼起来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互信 因为大家就可以发现说 像我自己有两台手机 一台可以发简讯一台不行 那两台这个在一台用了简讯十年值之后 两台收到的那个垃圾诈骗简讯跟电话一样多 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真正意义上 A-B Testing RCT的结果 就是说那简讯十年值不会造成隐私的这个流失跟损失 那任何时候就是你要知道 医疗人员在过去四周 有看过你的哪些简讯十年值的讯息 它是哪个县市的或者什么目的等等 那就到我们sms.1922.gov.tw这个网站上 立刻就可以反向去追踪 就好像我们在健康存者 在健保会议统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医师跟钥匙等等 对我们的健保记录做的哪些写入一样 所以这样子所谓Mutual Accountability的这件事情 虽然它严格来讲并不是有新的产品出现 但是它确实是既有了产品一种新的组织的方式 来达到社会的呼吸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所推动的这些 大概就是去重新定义关于技术的这件事情的意思 然后去说那任何能够在实体世界里面去确保 像我们刚刚讲的是隐私权等等 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看有朋友在问 关于身份认证 身份权 迁徙权 财产权等等之类 那我们在实体世界如果在数位世界里面 也有非常低成本的方式 可以让这些作为好像作业系统的这些人权 都让大家非常容易使用 而且能够接受像解决实验词的话 那在上面的应用像移调等等的应用 就变得是非常容易创新 而且在推出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后座力这样子 所以我想由国家推动扶植的还是最基本的底层的这种人权的作业系统 但是我们任何这些技术能够去节省这个创新者的成本 尤其刚刚提到法规调试 冲撞他们这些成本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国家应该推动所有的infrastructure 所以2016年开始我们就把那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基础建设这个字的定义也都扩充了 所以不只是资本文在经常门里面 他即使是数位的完全看不见摩不着 那我们也把它定义作为基础建设 像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 以空气核子为主的民生公共物联网 这个什么盐水地震预警等等 那这里面很多并不是任何硬体 它只是现有的这些感测器的重新组织 以及资料治理的系统 那这些我们也都把它定义成基础建设的一部分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 这个问题是哪一位贵宾要跟我们政务委员打个招呼吗 好 没有那我们继续 谢谢 没关系我们保留匿名的权利 对 那四位朋友们问说 请教堂部政委 在社会社会社会创新的这个概念里面 那我们的startup新创企业 可以在这个议题里面 给予怎么样子的帮助 同样成熟的大型企业 又应该担任怎么样子的角色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在社会创新实验中 行在路上的99号 那是我的办公室 大家知道本来是空军总部 然后把围墙都拆掉 变成一个公园 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 那我们每年都会incubate 育成 所谓的新创社创联合进驻 那在201718年刚推这个的时候 这个精卫分明 就是新创那边的pitch 跟社创这边的pitch 你一听就知道 哪个是以这个出场 这个就是吸引BC 为目的的讲法 那另外一边是 可能比较具有耐心的 比较公益性的 然后比较说 为什么这可以解决 哪些社会问题 所以你一听就知道 是哪边的pitch 但是到了今年 我刚听就是 两边各这个十几队的pitch的时候 我发现我如果不看 简报上面的标题 我完全分不出来 哪些是新创 哪些是社创 也就是说 现在的新创 当他说 就是他要吸引投资人 等等的时候 现在大概都会说 不是只是 有点像是说ESG 我不要造成这个 环境的治理的社会的危害 而且我可以多多少少 在那边嘛 而是他事实上的那个痛点 就是在说 任何觉得这是痛点的人 都可以立刻变成我的倡议者 也就是说 在以前透过群众募资 或者是群众外包等等 这种方式 感觉上是特别具有使命感的人 才使用的这样的一种募资 或者外包方式 那现在我们incubate 这些startup 好像大家都觉得 一传十十传百 本来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 这个我最近才把 那个Uber Eats 跟Fu Panda 从我的手机上面 全部都拆掉 那我就换成那个 MISS ECO 就是我们的进入团队之一 其实我已经忘记 他是新创组 还是社创组了 那他所做的就是 尽量减少碳里程 可能某一天可以到复碳 那尽量用脚踏车 然后这个全循环材 然后每次就是他外送过来 我还要把上一个这个 餐盒再交给他 稍微清洗过等等 总之就是他合作的餐厅 他也筛选过 他的递送的方式 伙伴他也筛选过 那目的就是说 他就是可以向你证明 越来越精细的证明 说这个不会造成地球的负担 你可以完全没有良心问题 可以进去点外送等等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推广 我就很愿意帮他们推广 那或者像这个 我穿的这个 这应该是二十三团队 就是用废弃的牛仔布 然后透过二度就业的一些朋友 那去把它缝制成 所谓upcycling 就是每次回收 价值更高等等 那这个在台湾 其实有很多团队在做 所以我的point是说 那新创企业 其实在你pitch的时候 只要多去扣合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社会使命 然后以及用倡议者 来当做你的扩散的管道 其实你就立刻 就往社创这一步走 社创并不是说很抽象的东西 它只是一套 跟社会沟通的这样一个方式 不是只是for the customer 是with the customer 那当然成熟的大型企业 在stayholder engagement等等这方面 本来就已经投入很多了 所以一方面当然可以去分享 像这样子的经验 作为夜市伙伴等等 跟你的认识的朋友 里面比较中小或新充的企业 去分享你本来就有做stayholder engagement 做ESG等等这种 敲门这种方式 那当然也不免俗 就是你可以 响应我们的buying power 只要在供应链里面 就是多买这些有社创揭露的这些产品 跟服务的话 那我就会出来颁奖 或者主管机关会出来颁奖 所以欢迎参考buying power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希望遇到这个问题 嗯太好 可以再请教一下 你刚刚说你非常喜欢的miss echo miss echo 就是echo system的 可以在app store去下来 没有它是一个网站 好欢迎大家 今天有知道一个新的新的网站 好那这个问题 有没有要跟发问人 要跟我们生物委员打个招呼的 好继续匿名 没问题 好我们下一题 谢谢 好我看起来很像外交部长 乌克兰 这是外交部的大问题 对 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乌克兰的形势 觉得会如何走向 以及对台湾有怎么样子的影响 当然我想这个国防国安体系 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那但是因为在我们办公室 是从各个部会派人来组成的 所以是一个类似一个好像每个部会 32个部会最多可以派到32个人组成的 那但是其实事实上跟社创有关的 主要还是面对大家面对大众的 所以当然教育啊文化啊 这个甚至海委会啊 内政啊 NCC啊什么之类之类 大概都有人在我们这边 但是实际上 国防部是从来就没有派人来过 所以我就入阁到今天 我都还没有接触过任何国防的情资 所以这一题我想我看的资讯也没有比大家多 我们是不是就跳过好了 谢谢 那请教一下 有没有人要对乌克兰的这个follow 对或者发表一些您的看法 就是我会给大家 大家只是很关心 会打还是不会打 然后股市会涨还是会跌 是是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我接触到的也都是公开情报 都是OSINT 跟大家接触到的一样 我并没有往国安或国防那边的管道 好的没问题 这一题有没有要跟我们政府委员打个招呼的 发问人 好没有我们请下一题 谢谢 好 请问蓬佩奥访台的目的 台湾当局的想法 对台湾有利还是有弊 我很诚实的说没有人跟我讨论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手上也完全没有任何资讯 但我觉得说当然就是来这时刻 而且事实上它在国际所谓的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上面 之前也就是帮台湾发声相当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当然就是以恰当的规格 互动等等来接待我觉得是很棒 但是关于有利有利 因为那个就牵涉到实质性的资料跟分析 那我手上真的没有资讯资料 就跟上一题的答案一样 所以真的很抱歉 对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follow一下 您会跟蓬佩奥见面吗 我目前没有接到这些资讯 好有没有人要follow这个问题的 他的行程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有po出来 但是以我的理解 我收到的OSINT里面还没有出来 我刚问什么follow那个问题 我觉得蓬佩奥要是跟我们唐凤真委员见面 他对台湾印象会更深刻 更特别这样 印象更深刻 谢谢太爱 再掌声一下那个首要运动 谢谢 我们台下很安静 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 谢谢 好 那有社会朋友们问说 对时下微微风潮的NFT的看法 是不是能对台湾的个人或者是企有 带来什么样子新的机会 我自己以前我学英文用的那个教具吧 是一个叫魔法风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的指牌游戏 那那个指牌游戏 那那个指牌游戏 当然后来有很多了 什么宝可梦 什么游戏王 什么之类的 但那应该是最早的 所谓疾幻式指牌游戏 它就是在类似扑克牌 就是你真的可以拿来打牌 跟球员卡 就是你可以收藏 那中间找到了这样子一个交集 那所以我们当时在 玩魔法风云会的朋友 很多人是为了投资 去买它 当时觉得很强的卡片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用一些比较精妙的印刷技术 去确保说 这个第一个很难防止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出版社答应说 它下次就算再印 它会换一个不同的英文字 来描述这张牌 所以这个名字 或者这张图的等等 它就绝对不会再印了 它是保证印出来之后 就绝版这样子的做法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当然后来就有很多什么 闪卡啊 什么之类去 去辨识它的稀有度等等 但是当时我并不是很 care 这个因为我只是想要打牌而已 所以我每次就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都是去跟我收藏家的朋友们 借那个牌 然后小心不要把它弄坏 然后打完牌之后 再把那些牌还回去 所以就是说 我们当然到了NFT的世界 这个就对应到NFT它的 utility 就是它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以及它作为collectable 就是它作为收藏品 或者展示品等等 这样子一种价值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对我来讲 它就是利用分散式账本技术 去做到当时Wizard of the Coast 这家就是做指台的公司 用印刷技术做到的事情而已 那但是它的后面的经济模型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说NFT 它只是好像新的东西 或者用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觉得说它的那一个经济模型 就跟之前的那些收藏品 或指派有任何不同 对我来讲 它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那因为我这边也稍微讲一下 我每年那个做财产申报的时候 我都有讲一句话 说我绝对没有去什么投资 什么高风险的虚拟的 什么货币什么商品 因为以前大家知道 我在入格前是2010年 就很公开说苹果什么公司 就是用当时一比特币多少钱 就付我多少钱的实心 那但是因为就是央行 或者金管会对于这种炒作 那其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 就是不是非常OK的 所以我就必须要一直讲说 其实我绝对没有用这个 来投资的目的 意图等等 那但是当然发展到今天 不管是稳定币的这个 ecosystem 那或者是只是把它拿来当做分散式 或者是储存的 并没有要炒作等等 这些UTRT token 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蓬勃 所以到我今年应该 连政广告快要发表 那我就除了本来的那句话之外 那我就有说 不过我这个你就是 会在今年开设虚拟通货账户 但是绝对不是用来炒作 就是我会购入的 大概都是一些比较稳定的 它既不会特别涨 也不会特别跌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作为公职 当然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但是二方面我觉得在这里面 特别是链圈里面 很多新的投票系统 治理系统等等 它等于是提供一个民主的一个实验场 那像我们在总统北黑客松 这也是我们社会创新的一个 flagship event 一个旗舰的一个活动 我们用的所谓平方投票法 已经用到第四年了今年 那就是从以太坊那边 可以说是直接靠过来的 那他们在那边实验出的 新的民主形式 投票形式等等 在那边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 发现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那他们是research 他们是研究 我们是开发 我们就直接把它拿到 我们的数位民主的这个平台来用 所以我是很尊敬 不管Gitcoin 或者是这些在练权 去做民主创新的这些朋友 但是不是当作投机来使用 不是当作投资来使用 而完全是当作就是co-governor 就是共同治理者的这个网络来使用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 提问人 好 我们的大姐李祖嘉董事长 是是是 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个郑委员好 那个郑委员好 我是李祖嘉 我是本会的常务理事 那我不是这个问题的提问人 但是我对前面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蓬佩奥的访问 跟乌克兰的事情 我要再特别的请教一下 是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唐凤委员 大概是现在当局政府里面 跟企业界接触最频繁 而且比较亲和 然后能够让我们这样问问题 不设演讲的内容 这是很大的一个勇气 跟很厚的功底 才可以这么做 所以刚刚我们也看到 那两个问题 其实按的人数是最多 我相信台湾这么一个小岛 国际情势对我们非常重要 世界上任何一个情势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都太大 所以刚刚那两个问题 其实任何经济 体育文化都脱不了政治 那我特别特别的寄望 我们唐凤委员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以后您的32人里面 再拓展一下 加上一些外交 或者因为您出来 演讲的机会最多 大家能够跟你问的问题 是最能够open 也比较wide的一点 那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 您如果以后有这个答案 再跟我们工商联告知 或者再跟我们开一次会 或者是发一个文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的update是什么 因为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工商业对于 工商业对于国家的政策 因为对我们特别特别有影响 所以不兴致情 麻烦 谢谢 这个当然 因为32是maximum 因为我们只有32个部会 而每个部会只会来一个人 所以32是maximum 但实际上目前大概就是十几个 所以大概有一半左右的部会 是从来没有派过人来 那我想国防部 我不好去拜托他派人来 所以我想 因为他们知道来我这边 其实就是刚刚所讲到 所谓的激进透明 就是说我看到的大家都可以知道 的这个情况 那我相信在国防那边 当然也许有一些事情 你们并不一定是这样子想的 那外交部确实在 我刚入阁的时候 是一直没有派人来 但是后来换吴钊燮部长之后 那我们后来就跟外交部的国传司 那就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twitter跟我的twitter 常常互相这个转推来转推去的 这个情况 不过到国传司的手上 其实就是下分钟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那个在外交部里面的分类 叫做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 那那个我是跟国传司 有比较紧密的合作 但您刚刚提到 就比较地缘的这个部分 确实我是比较不清楚 但我如果之后 我也回应一下子嘉姐 刚刚赞美我们政务委员 他的比喻功力很深 可以接招任何的问题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 天下杂志 有这个专访的一个野岛钢的专 日本一个很知名人士 他就比喻我们唐后 政务委员是日本的安打王林沐伊朗 他说他可以接任何的球 这太厉害了 谢谢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 户手科技的朋友问说 相信唐正尾关于数位身份的推动的争议 因为目前新闻有看到说 预算在今年是就是不使用 就是被冻结 那政策变成说 那些类似印表机吧 就印卡机 不特别去动它 那其实今年主要就是在演绎法案的配套 那所以问题说 认为社会创新可以怎么处理这个僵局 让产业文固的基础 影响国际数位身份的这个取售 这非常好的问题 呃我觉得我们在2016年 就我刚入阁的时候 当时内政部有就是软过一个 好像开放式的愿景工作坊 去问大家对于数位身份证件 就是应记载不得记载 他一定得做哪些 然后不能做哪些 那但是我觉得 后来他们拿着当时的那个工作坊的结果 去规划 为什么在2020年2021年出现了一些争议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2020 2021年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多的去使用健保卡 跟健保快移通 这个是事实 健保快移通 在之前用的人 可能十个人 可能没有一个人 那但是 因为他先后被用在不管是口罩啊 包含口罩捐赠出去的那个护台湾注视剂啊 好像凑了700万片口罩促成这个善的循环啊 那或者是当然三倍券五倍券啊 那或者是疫苗的施打啊等等 那几乎全部都是靠着我们的健保快移通来进行身份认证 包含一次性的认证码 跟到今年健保也有给付的虚拟健保卡 那所以当大家用这个 用多了就会发现说 这个跟本来在讨论所有身份证件的时候 健保卡这边多了一些feature 而且是以前大家不一定知道的 你装健保快移通以前很少人知道说 所有用到健保的这个给付的这些诊断代码 都可以在健康存折上面非常容易看到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会看自己的那个疫苗注射 或者是PCR什么的记录 所以健康存折的那个tab 变成大家非常愿意去按的那个tab 然后也因此就知道说 原来所有关于我的这些各自的注尊等等 都是在健保署本来就有一套protocol 是作为三卡认诊 你就知道是哪个机构的哪个意识人员 或药识人员去跟我们的这个健保记录去进行互动 而且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立刻提出来 那在大家习惯了这套系统之后 回去看我们本来2016年收集那个愿景 就会发现说 那数位身份证件反而没有像这样子的一套配套的系统去达到 刚刚讲到就是互相给出交代 mutual accountability 甚至我们本来在用身份证件的那个做法 好比像说出入停车场或者旅馆的时候 什么正反面影音 那事实上是有点就是跟所有其他身份证件都不一样的用法 因为如果是好比像说你的信用卡 大概不会让人正反面影音 反面影音那个信用卡就没了 对不对 那所以在我们的职本身份证 当然要加强防卫的这个基础上 大家又发现说 那我们还可以再多纳入一些健保快乐通跟健保卡这边的概念进来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说健保快乐通就对应到 我这个最近也才刚升级从TW FIDO 装到那个行动自然凭证的那个APP 那它就是用国际的这个FIDO的认证模式 像如果你要去哪里的所谓的所谓的疫苗护照 就是接种证明的话 那除了就是输入什么呼号什么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手机然后就装那个行动自然凭证 而且它非常容易就好像说我登录一台电脑 我的手机会冒出Google说 你在那边用Gmail账号那是你吗 是的话请暗示 对不对 那在行动自然凭证也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所以你就在这个网站上面说我要登录 你的手机上面就稍微按说 对这个是我 就立刻登录那个网站 所以类似健保快乐通这个流程 但是是放在自然凭证上面 是已经做到了 那当然未来在那个APP里面很快也会有电子千张的功能 所以它就又比健保快乐通 因为快乐通本来没有千张的功能 又再多做了一些 所以这部分就是大家发现快乐通也很好用 那我们是不是用类似快乐通的模式 去用手机去担任这个身份证件的工作 这是一回事 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假设对某些朋友来讲 实体卡还是有这个升级防卫的这个必要性的话 我们能够把公共服务规划成 类似我们在推动简讯实验制的时候 就是你若觉得比较方便你就用晶片 或甚至感应的界面 但是如果你觉得比较不方便 甚至你根本信不过这个晶片的话 那你也可以选择说根本不要开启它 或者说根本就不要有这个晶片 那所以等于是让大家有个自主选择 而且我们公共服务 不会因为你用哪一种界面 就不提供给你这种公共服务 那像这个简讯实验室也随时都 还是可以回来用晶片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说 他如果是试账或者是说 他操作手机有一些困难的话 对他最快的方法 反而是他刻一个姓名章 然后就是所谓连续章 自己沾墨水的 那他就是拿出纸来盖个章 他就进去了 那他如果要摸索他的手机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无害共存 这个概念 在这边也是同样适用的 那所以我觉得 大家经过疫情这两年之后 对于数位身份证件的想像 有拓展 那2016年的那一次的愿景工作 公式因为这个新的疫情中间 的使用的方式 可能有一些升级 所以我们要先搭配到这个升级 才能够roll out 才能够就是让大家 来使用新的版本 但是我们并没有拖延这件事情 就像刚刚讲到的 我们的疫苗护照等等 这些做法 现在本来就是 已经可以用行动证案评证 就可以来做认证了 先回到这个问题 谢谢 我想要follow这个数位整合的问题 我们在大陆有看到WeChat 那WeChat 它有整合的WeChat Pay 可以支付 可以很多的功能在那里面 包括在里面可以轿车 可以整合它很多 那LINE 其实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 有没有可能 这个我们未来 有我们属于自己的 甚至可以影响到世界的使用 这个我之前跟 就是应该是财经公司 有谈过这个题目 当时我们就在规划 就是五倍券的那些加码券 的这个抽签 那他们就说 他们确实有一套系统 那这套系统 他们就是至少在电子电票那边 好像已经就是 是正名可行 就是把所有 像您刚讲的 LINE Pay等等 都给它一个三码的银行代码 等于是银行代码 那大家就可以透过像 早期其实据说跨行转 这样也是一个社会创新 在以前就是社会上面 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产业界就一直好像 各自有各自的提款机等等 不过那是我不记得的那个时候 我可能年纪比较小 对 我醒了 就是就是 我请他们去做这个规号 他们就说 那我们就去想说 当年金融卡也是一个创新 那有那个金融卡标志的 就表示你可以输入这个 跨行转账的代码等等 那我就想说 不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那但是事实上 当时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整合的 所以他们的point是说 那如果我们可以 就像是给这些电视电票 三码的代码的话 等于不需要他们就是 每一个去跟每一家去谈怎么互通 那我们做的所谓的national standard 反而是说去确保 每一个扫码器 都可以认得每个人的QR Code 或者是每个人 那个转账的API 都可以接到别人的转账的API 所以开放式API上面 那我觉得这个规划不错啊 所以后来 我们五倍券的加码 跟三倍券 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在当时三倍券的时候 大家知道什么农油动资 易放等等 他是各自贴各自的 所以一个店家门口 可以有四五个不同的QR Code 当然我们在五倍券的时候 他就是联合的 如果一个店家 他同时qualify 三个或四个不同的 就是主动式扫码的话 他是一个单一的QR Code 那你可以用各个部会的 不同的扫码器去做 那这部分就是刚讲到的TW QR 就是共同QR Code 算是一个Prototype 先让大家习惯 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件事情 但之后我想是 可以像是快航转 这样一样去把整合起来 OK 谢谢 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的 好 没有我们就继续 这是萧陈友董事长 在那边跟我们政府委员打招 你有句名啊 谢谢 是 故宫国务院的保物啊 是不是透过NFT 让世界更多人分享保物之美 同时也让台湾有一笔大收入 因为故宫已经采用就是 Open Data的方式了 所以它其实跟NFT的稀缺性 是刚好相反的东西 所谓Open Data就是 我抛弃掉大部分的著作财产圈 那只要註明它是故宫给出来的 那除此之外 我并不特别去过问它的用法 那所以只要是特定解析度以下 我记得300DPI之类的 那目前应该故宫在它的Open Data专区 已经把这些大概都已经公开出来了 所以它是去降低二次创造者的成本 但是并不是自己去把这些的利润 这个所谓的守卫国有 那确实降低二次创造者的成本 我觉得是蛮work的 举例来说 好比像说像当时我们在帮故宫 就是疫情前了 规划一个就是入场的那个 不要排那么长的队的那个系统 那他们发现说很多长辈 它并不是不会用手机扫码 像高铁那样子入场 它为什么一定要用纸本 是因为它那个票根回去夹在日记里面 有纪念的意义 所以它宁可去排比较长的那个队 但是呢 只要引进这样子一种 所谓QR Code Open Data概念 就是说它先去扫码 然后入场之后 再去柜台去拿一个凭证 但这个凭证就是个人化了 那上面就会去印说 它现在看哪个特展什么的 那个QR Code 那回家之后 我记得他们当时的规划 是扫了之后 就可以在动森 动物森涌会里面 就是你看了什么国宝 然后回家之后 就非常O2O的 就可以去跟孙子孙女分享 因为你所看的东西 就可以放到他们的那个无人岛上面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这个并不是NFT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NFT 它是就是跟动森的一个战盒 但是因为是Open Data的关系 所以任何想要把它做成NFT的人 他不用特别问过故宫 他就把它用一个 比较低解析度的版本 因为动森也不可能放高些析度的东西 去remix之后 他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战盒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的目标是有一个commons 就是一个公有地 但是公有地上面 要NFT的形式 要什么其他的形式 去促成它的扩散 那个东西本身有离刻图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是在降低 这样子的创新的成本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任务委员 我们让他30秒休息一下 我趁这个机会再介绍一下 武功商临 今天是由我们李市长 徐贤隆李市长 率领我们李监视会议 以及李监视 还有我们的会员代表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也今天都是他从头到头 同时呢 我们现场也来到我们 中嘉宾立法委员 谢一孟立法委员 还有我们市医会的医卫 我们王兴宇议员 也是我们的会部部门 是 是 还有我们召集医人 监视会召集人 雅武男召集人 好 谢谢 需要再喝一下水吗 没有 没有问题 好 那现场有没有要提问的 没有 我们就继续 谢谢 好 OK 好 那三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这个的社会创新推动 我大概很难讲 台湾的社会创新推动 但是我们政府的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倒是有现成的简报 那这个我想是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 现在数字是更高一点 但是我想就是 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大概已经有六成的朋友 觉得说 当你出现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不是等政府来解决 而是民间自己组织起来想出新的方式 而且在比较小规模 有点类似沙盒的方式 实验出它实际上是可行的 然后你就要求政府说 那你为什么还不把它全国通用 的这样子一套思路 在以前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的 在201314年这个是几乎是没有听过的 这样一种做法 但是之后不管是 刚刚讲到民生公共无联网 空气盒子 当然口罩工序平台 简讯失联制等等 有非常多就是在地的几位朋友 他自己释出新方法之后 不到三天不到七天 就变成全国性 大家通用的创新的这种成功经验 所以现在我们重新run 这个调查的时候 那就从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过这个理念 现在大概有六成觉得说这个理念是很不错的 值得去支持 那可以证明说 我的公司的或者合作组织的 或者charity的等等的这个使命 就是要去做这种跟社会一起创新的朋友 那当然有一个社创登录 那当然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取名叫社会企业的话 我们或社会事业的话 我们也假设说他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登录的话 因为我们有做这些辅导的这些措施 那所以他的营业额 目前看起来还是就是有逆势成长 虽然有疫情的关系 那其他的部分 像刚刚讲到buying power等等 我就不在这边特别念数字 但是我想这个目的就是说 让刚刚讲到的必锁型比较小的 或者非公发 那一路到中小企业等等 那反正就是虽然上市公司他buy law 必须要去做像ESG揭露等等这些活动 但是即使还没有这样子的义务的 中小型的或者初创 也现在也有去做类似好像上市规律公司做的 至少在他所专注的那项 不一定是全部17项 要去发展目标上面 去做这种具体的指标的扣合 那这部分当然也非常感谢 就是金管会就是做了非常多的 桥接性的工作去把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大小的这个企业 都可以用SDG去对接起来 尤其在今年的这个就是 金铃啊绿色金融啊等等的题目上 但在其他的16个SDG上面 我想我们也逐渐有这些对接的方式出现 那所以以上不能说是正级 因为全部都是民间朋友做的 但是我们就是只是做一些意见调查 然后把一些大家共同的想法 把它搜集起来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好谢谢 我们表听的时间呢 是进行到六点半 那现在是六点二十五 也就是我们还有五分钟 那我看到有一个晚安的 是好像要提醒我们时间快乐 对对对 所以让我们掌握一下时间 谢谢晚安 好那我想最后是不是也留给现场 如果有就是刚才来不及拉票 或者是来不及提问题的朋友 因为我有看到人的趋势 好来请起立 好 百味蕾吗 好 是 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指称 然后发文 您好正伟 老公正伟 还有我们理事长 跟各位理事件事 跟各位先请大家好 我叫郑旭高 那我自己也是在做 远远周相关的部分 那我想在台湾用心台币 所以在虚拟世界 我们用虚拟通货 好 那我们讲到虚拟通货的话 可以看两个数据 一个是我们在美国 纳斯达克看到一家 上市公司 叫Coinbase 它一个季度的财报 可以赚到200亿台币左右 它是它的net revenue 另外一个是 我们知道 刚刚唐梦正伟有提到说 您会在公职员财产的通报 里面去揭露说 您会去 可能开始去开设 是stable coin 对 stable coin 没错没错 有一个stable coin 全世界最大 叫USDT 刚好是我们的客户 那它现在的市值 market cash是800亿美金 那它在台湾呢 有跟一个民营的银行 有做一些初步上业务的往来 它们有deposit一部分的美金 在这个银行里面 那我现在想请问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可以把台湾 打造成一个 virtual currency 或是说是一个metagraph的hub 那么hub的一个最基本的 流通的一个通证 就是virtual currency 那我们可以透过 这些项目把钱传在台湾 来强化我们的国防实力 跟科技技能力 谢谢 是 非常好的问题 而事实上 我们在社会创新组织的 那个登陆平台上面 有一家企业 它的 因为我们都要揭露你的 那个社会使命之外 你卖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嘛 那它卖的产品就是虚拟性台币 然后它卖一块钱性台币 所以它就是一个稳定币 那我跟他们的对谈的主字稿 那其实是有po在网路上 那如果就是一番我的email很好查 之后如果写email的话 我可以提供就是上次那个讨论 那我想这里面 确实台湾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并不会 只要在它是无害 而且并存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就是 我就很坦白讲 我们不会国进民退 不会变成是说好像 七八个创新里面 我们就挑某个说 那这个以后就是说 新台币的 所有其他都不需要做生意 我们不会这样做嘛 那央行也很明白说 它的目的也不是这样子做 那所以现在确实是有 创新的空间存在 那但是当然怎么样子去 像刚刚讲的这个 杀害的精神去证明说 确实是无害 确实是并存 那这个是有很多 可以讨论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之前 我们有蛮详细的讨论过 另外一个专案 那所以我想可能 看了这个主持稿之后 如果您有什么 其他想法的话 那也非常欢迎去我们 进一步的讨论 谢谢 好 谢谢 掌声 好 这样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董事长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是本会的顾问 陈彦牧 我提出的问题 就刚才思议讲的 我们知道在大陆 微信非常的popular 吃户也好 吃饭也好 出去根本不要带现金 而且这个转账也好 为什么我们台湾不用微信 那么我们拉也用 微信也用 我们全有吧 有什么不好 我们是一个庸庸的大国 大气 把大陆也拉进来 我们都来用 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 很多官员就是把微信 先抛出 说这是大陆的东西 我们家有自己的Line 那我们Line的功能 又没办法达到 微信所有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 刚才谈到很多 Innovation 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过大陆 把大陆干掉 我们比较更先进 为什么做不到 以上 你讲的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说 微信它现成的生态系 然后去我们作为一个 使用的场域 但是您刚刚又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提出创新 去在微信 它的本来使用的场景里面 提出能够取代它的应用 那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思路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意思是什么 做大做强 什么都可以做 为什么我们要限制 因为我们台湾也是这个资讯的大国 所以可以就是说我们再制造一个另一个微信 或另一个Line 然后我们 我理解 我想这里面要分两个层次来谈 就是说 微信在它的那个场景里面 它的优势是非市场优势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说单纯只是因为 就是技术比较高超 或者清算比较快 或怎么样 就可以去 在它的那个主场去取代它 因为 确实我们也知道 我之前一些很多币圈的朋友 他们以前在那边去推动 就是这方面的金融创新的时候 他们也是存着 包含像Facebook 那个Libra等等 去存着在他们的主场景里面 取代微信的那种想法 那但是后来因为一系列法规监管政策的推出 包含对于加密演算法的这个监管政策的推出 那他们现在慢慢都放弃了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做不到并不是只有台湾做不到 全世界都做不到 在最近几年里面 在那个主场去取代他们的这个主应用 那我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跟政治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毫无关系的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如果那边有一些创新的方式 那我们真的觉得说LINE做不到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在这边鼓励 我不知道就是台湾这边的将来银行 或什么之类的 去做到类似的这些创新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如果有新的创新 然后我们也真的觉得说 它对社会是有公共利益的 我们能不能够缩短从这个创新出现 到这个创新大家都在用的这个时间 而不是去等LINE加这个功能 那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经验 那就是刚才讲到简讯实验制 简讯实验制 我们推动的时候 并没有指定一个扫码器 那是HTC 就是机关家 来担任这个扫码器 但是当然使用的体验 并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推出之后呢 那以我的理解 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LINE的那个在App Store上面的评价 就直线下滑 因为非常多人跑去留言 留一心二心什么 去说为什么LINE加朋友的那边 竟然不能传简讯 显然是LINE有问题功能 有什么失误等等 那以我的理解 就是LINE的就是国际的部门 那他就感觉到非常大的社会压力 这就好像当时我们发现这个Facebook上面 只要付钱打广告就可以干预选举一样 对那所以他们就非常快的 在两个礼拜里面决定改他们的功能 加上在我们这边的民众 希望他们加上的便利异调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功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自己这边 当然有自己的创新台湾社交距离 或者趋势科技等等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创新系 大家都觉得说外国公司就是要提供 如果不提供我们要抵制 到这样子的强度的时候 那我们也看到快国公司 不管是LINE还是Facebook 他就会在一两个礼拜之内 去推出新的功能 或是加上我们社会要求它的功能 所以我想您要的就是 如果有很特定的微信能做 而LINE不能做的事情的话 那应该是要发起类似 像社会运动或社会倡议 让大家能够号召起来 然后去要求这些快国公司 也给出我们国内这些创新者 做到这些功能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 我来最后的一个说明就是 LINE不是台湾人发明 是韩国人发明的 是不是 那我们台湾人可以 以证为你的 你的IQ跟你的 你可以搞一个软体 是由政府做东 然后政府花钱一个软体 然后大家就在上面使用 也可以互相付款 所有的钞票都在政府的手上 这是最大的赢家了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软体 台湾是特技的 那就是国际民退的做法了 那我刚刚已经特别说 我们不这样子做的 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说像JUKER 这样子的所谓的国家 所策动的就是 即时通讯的系统 那JUKER当时 其实我也有使用 我2016年进入政府的时候 有使用JUKER 但是它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因为它本来就有 它的这个固定的应用的生态圈 它的那个创新跟社会创新 是有点分开的 它是比较是产创 以及公部门 内部使用的这个做法 所以当新的这个水上船高的期待 Telegram 或者是Signal 等等那边期待来的时候 它这边它跟上的那个脚步 跟我们开放式创新 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段程式去 把它加上去的这个脚步 就不同了嘛 这个您很清楚 所以它的生态圈的大小是比较不同 所以我的策略是这样 就是一方面 我们在行政院内部 我们使用好像GC 或者是Rocket Chair 或什么 当时就是在Zoom 就有一些疑虑的那个时候 那我不是很公开的说 我们在内部用这些软体吗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 不管是JUKER自己的多人视讯 或者是Smeat 就是施政荣老师那边 其实大家用的核心 都是我们用的同样一套开源软体 所以虽然它上面并没有打Made in Taiwan 但是事实上台湾的这些软体公司 都已经投入在这个共用的 有点像是Linux等等 的这种基本的 我们刚刚叫做共有地了 Commons的这个部分 那只要这个部分资安上面没有问题 当然政府就应该率先使用 所以像我刚加入政府的时候 我是使用SenseStorm这套系统 后来我们也自己来维护 那在上面就可以运行非常非常多 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使用的 即时通讯共创等等的这些软体 像HackMD之类那这些软体 其实你到国外问 很少人知道是台湾人做的 很少人知道是台湾的新创 那但是它的投资者 包含像以太坊的Vitalik等等 其实他们就是每天在用 而且那个生态群是非常的大 我们只是没有特别强调说 这是美临台湾而已 但是实际上这个共有地的 触及的人数 我不觉得说是特别少的 那但是这一套思路 确实我们也还在就是开始想 所以就是很欢迎就是之后 就是继续切磋这样子 谢谢 我们现在要掌声 掌声 我们知道